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定义是这样子 如果有一个例是朝这一边 那么它对欧点的距离是二 那么我们就定义 它这个垂线 这个叫L 我们上一次定义是立矩 它是等于F乘L F乘L 那么如果它是逆时针方向旋转的 我们就把它当作正 如果是顺时针方向旋转的 我们就把它当作是负 这是我们习惯用法 那么我们今天介绍一个 用向量的表示 向量表示 那么我们 用向量表示的第一是这样子 TALK 它是等于R Cross F 如果这个 力的着力点在这里 我们相对于欧来说呢 它的 力矩啊 就是R Cross F 它有方向 R 只伸向R 再往F的方向 弯曲 那么大拇指的方向 就是力矩的方向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 这个方向是什么 如果这两个向量 都是在黑板面的话呢 那么R Cross F 就是进入黑板面的 进入黑板面的 OK 那么 进入黑板面的话 那就是表示这个物体是这样旋转 对不对 这样旋转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把顺时针方向旋转 当作负的 就是进去的 那么 那么如果说F是朝这个方向 那么R Cross F 它的方向朝外 这个时候它的旋转方向是逆时针方向旋转 因此逆时针方向旋转呢 我们当作是正 就是向外是正 如果这个方向旋转的方向旋转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知道这个L是等于什么 L就是等于R 因为这个方向旋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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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我们把这个当作是进去的好了 它是R Sine Zeta F 所以它是等于 U L F U 这个就不要写了 U 为 写到这边 那么这个是用向量表示的 那么你们书上面的 这个平衡第二条件 力矩 它是放在转动的后面 所以它已经有介绍到这个力矩的定义 所以我们在这里讲一下 好 今天我们要开始介绍 牛顿 第二 定律 Second law of Newton 什么是牛顿第二定律啊 你们都很熟悉啊 什么是牛顿第二定律啊 FWMA 是吗 是吗 不对 FWMA 是牛顿定律里面的一种特例 真正的牛顿第二定律啊 它是这样子 好 我们先定律一个量 叫做动量 如果有一个值点 质量为M 在某一瞬间 它有一个速度是朝这边的话 我们定义 P 等于MV 这个量我们称它叫做动量 这个叫做动量 它的单位就是导出来的单位 公斤 meter per second 好 牛顿第二定律是这样子 牛顿它发现呢 如果一个物体 就是牛 我们 我们看这个 如果这个物体 受好多好多利益的话 F1 F2 F3 这都是外力 都是external force 它的质量是M 这是它的质心 我们讲明是它的质心 以后我们会介绍 质心 质量的中心 那这个物体呢 原来有一个速度 其实应该是讲直点 我们现在还没有讲到会转动 不过你画一个点呢 我们看的比较不清楚 我就画一个物体 好 那么牛顿第二定律就是说 如果如果这个物体受了外力的合力 external force 这个force我们称它叫做net force 它有什么结果啊 一个物体受力 总会产生结果 对不对 我们上次讲 受一个力 它一定会运动状况改变 两个力 要看情况 如果它是平衡的话 那么这两个力一定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有相同的作用线等等 那么现在受多个力的作用啊 它的结果是什么呢 牛顿最后从 各位科学家所得的结果里面 它归纳出来啊 它是等于 这个物体 动量的 时间变化率 等于这个 你也可以把它写成 dp over dt 这就是牛顿第二定律 这是牛顿第二定律 的基本形态 好 那么 以后我们就把问题啊 把它分作 在整个过程里面 这个物体的质量保持一定 跟整个过程 这个物体的质量 不断的改变 这两种状况 那我们首先谈的就是 如果 在过程里面 速度 质量不会因为它速度的改变 而改变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质量是定值 质量是定值的 这个是定值的 你可以把这个拿出来啊 所以我们呢 你写这个也可以 net 我有时候写这样 有时候写这样 都是一样的 它就等于mdv over dt 那速度的时间变化率 就是加速度 所以这个就等于ma 以前你们学的f等ma 是牛顿第二定律的一个特例 就是当整个过程里面 质量保持定值 这个时候啊 f net force 要等于m乘a 这就是牛顿第二定 你们学的就是这个 那现在呢 我们目前呢 就暂时讲这个特例 那么质量不断的改变 那我们在讲动量的时候啊 动量那一章我们会介绍 好 这是牛顿第二定律 那么牛顿第二定律 我们在用的时候啊 你绝对要很小心 好 那么我们再把它写一遍 我们现在是看这种状况 m等于constant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啊 这个是一个因果律 这个是因 这个是果 有其因必有其果 就一个物体受力以后啊 它的结果就是 a就是指它运动状况会有改变 它的速度 大小改变 或者是方向改变 或者两者都变 这个叫运动状况的改变 好 你要用这个式子 我们要注意就是 你这个加速度啊 最后这个加速度的方向 就是这个物体会改变 对不对 它朝哪一个方向改变呢 就是加速度的方向 是哪一个方向呢 就是合力的方向 合力的方向 net force 或者是external force 合力的方向 好 那么我们有时候啊 在用这个式子啊 这是一个三维啊 或者是二维 那么我们在用的时候啊 可以把它变成 三个分量式 在迪卡尔坐标里面 我们把它分成三个分量式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写成这样子 我写这两个 以后要熟悉哦 External force 这个External force 是等于MA 这两个是一样的了 我们把这个分成三个分量 Sigma Fx Sigma Fx 要等于MAX Sigma Fy 要等于MAY Sigma Fz 要等于MAZ 这一个式子 我们在迪卡尔坐标 里头应用的时候 通常我们是把它分成三个分量式 我等等会举例 有时候啊 我说过 加速度 要用它的切线分量与法线分量比较方便 比如说你做圆周运动 或者是曲线的运动 这个时候加速度啊 最好是分成切线分量与法线分量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呢 我们就把牛顿第二定律 分成两个分量 一个分量就是切线分量的合力 Tangential component 这些力的总和 它要等于MAT Tangential component 的加速度 那么我们当然这个呢 你可以把它写成M DV over DT 因为AT是等于速度大小的时间变化率 我们再把它分成 Sigma FN Normal force 就是它的法线分量 Normal component 它就等于M AN AN就是 加速度的法线分量 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M 这个写成什么 V平方overR 这是曲率半径 或者分成那三个分量 或者是分成这三个分量 这是我们应用的时候 好 底下呢 我们就来谈到 立的两个单位 立的两个单位 我们首先谈 立的 绝对单位 绝对单位 我们 在用这个 F等于M A的时候 你看看是F 等于M 乘上A 那这个 那这个力啊 它的单位就看你的M 用什么单位 质量用什么单位 加速度用什么单位 而定出一个单位来 比如说我的 我们的质量用的是公斤 加速度用的是meter per second square 如果你用这个表示 A用这个表示 那么所得出来的 就是M乘A 这个数值 它就叫做牛顿 牛顿 我们简写就是N 简写就是N 那么 F 用牛顿来表示 这是 牛顿是绝对单位 就是说 这个力 可以用这个式子 F等于M A来算 从这里算出来的 还有 如果你这个 质量 用的是gram 公克 加速度呢 用的是 centimeter per second square 那么 F用的就是 达音 叫做达音 叫做达音 一牛顿 等于十的五次方达音 因为这个都可以换了 一公斤是 一千公克 一个meter per second 是等于一百个 centimeter per second 所以它就多出一个 十的五次方号 那么 还有一种 叫做音质单位 音质单位里面就是 当你的 M 这个 我们等等再来讲 这个我们比较不熟悉 A呢 它是 feet per second square 每秒 多少多少个音尺 那 力通常我们就是用bomb Lb P-O-U-N-D 这个时候 力用bomb 加速度用 每秒 每秒 音尺 那么 它的质量呢 我们用一个叫slug s-l-u-g ok 那 那 这两 这个单位 我们称它叫做si unit 就是 国际标准单位 国际标准单位 那 我们现在 这国际标准单位 你到各国去都一样 都 都在用 那么这个单位叫做british unit 英制单位 英制单位 以前这个 美国 法国 他们都用 英国当然也用 现在 英国不用了 美国还在用 那么 当然我们 公认的是这个单位 但是我们city里面 很多英制单位 所以你们要 注意一下 这个叫力的绝对单位 力的绝对单位 就是说 你这个力的值啊 可以由质量乘加速度得出来 不过你这个 要看你是 这一套乘这一套 还是这个乘这个 如果是公斤乘上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就是f 就是牛顿 如果是 如果是slug乘上 feet per second square 就是pound 你不能乱配哦 不可以乱配哦 你不能说 我这个用公斤 这个用feet per second square 然后这个用达音来算 用达音表示 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这个乱配一通 像乔太守 乱配鸳鸯符 不可以 你就是什么单位 什么系统 要用什么单位 固定的 这是我们在计算的时候 常常用 另外有一种单位 叫做重力单位 这个是方便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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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日常生活而设定的一个单位 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物体 你到市场去买猪肉 比如说你们要庆祝上中秋节过去了 你们如果中秋节去烤肉的话 那你要到市场去买肉 那都用什么算公斤 或者是筋我们就算公斤 它就是你的质量是以公斤为单位 比如说五公斤质量的肉 它的重是多重呢 重是多重呢 就叫做五公斤重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五公斤质量的猪肉 在地球表面受地球的引力 就是五公斤就称到五公斤 所以你说一个东西的重量是五公斤 就是质量五公斤知道吗 这个五公斤重可不可以带到这个里头去算 这里头有没有五公斤重的单位 五公斤重呢 五公斤重呢 我们就表示成为 这个是公斤 weight w 代表用公斤重 公斤重就是等M 就是五公斤 这个质量在地球表面 受地球的引力 所以你看看 如果M 等于十公斤好了 比如说你们这么多人 都要吃十公斤的烤肉 现在派个代表 到市场去买 你说老板 我要买十公斤猪肉 他就撑给你了 你如果要用绝对单位算的话 这个等于多少 十公斤 乘上 9.8个meter per second square 这地表的重力加速度 对不对 最后等于什么 98牛顿 十公斤的猪肉 相当于98牛顿的猪肉 你到市场跟老板说 老板你撑98牛顿的猪肉 老板愣在那里 你到底买猪肉还买牛肉 他搞不清楚 我们都是说什么 十公斤的猪肉 对不对 这就是 以后啊 记住啊 屏幕告诉你说 有100公斤的物体 它的质量就是多少 100公斤 记得我在早期啊 考试题目里头写 100公斤的物体怎么样怎么样 好多同学问 老师这是质量还是重量啊 这是质量还是重量啊 如果是100公斤的重量 你能不能直接把这个100等于MA带进去啊 可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它100公斤的东西 它的重也是100公斤 质量也是100公斤 我等就跟各位啊 要来看例题啊 我再先介绍一个 以后常用的 叫做万有引力 请不吝点赞订阅 万有引力 万有引力是牛顿发现的 他后来理论就是说 如果我们有两个指点 它相距的距离 一是R的话呢 从这里到这里是R的话 他说这两个指点啊 会有相互吸引的力 这个相互吸引的力 就是凡是有指点的物质 的物体 它都会互相吸引 好那么牛顿他就 发现这个力啊 我先画在这一边好了 这个力 Gramitational force 如果我们以这个作为单位 作为原点 这个是 像 这个是单位向量 这个是 这个指点对这个指点的 position vector 位置向量 好那么牛顿他 发现了 这个 万有引力 Gramitational force 他是等于 这个 他说这个力的大小啊 跟两个指点的质量都成正比 然后跟这个距离呢 成反比 那么这个方向啊 是跟R相反 你看R是朝这里的话 他来看R朝这里的话 那么这个力应该是什么方向 跟R的方向要 跟R的方向要相反 相反就是什么力啊 吸引力 对不对 就是吸引力 这是牛顿 他 发现的 这个叫做万有引力 但是他发现了以后啊 他不敢拿出来发表 因为这个 式子 只适合什么状态呢 只适合M1跟M2 这两个指点呢 是点状 就是指点 不是物体 它是两个指点之间的互相吸引力 不是两个物体啊 两个物体有没有吸引力 有 但是他不见得能够用这个式子表示 原因就是 如果你两个物体 它 有一个体积 它是有体积的 比如说我这个物体在这里这么大 另外一个这里这么大 这两个有没有 互相吸引力啊 当然有啊 你不能用这个算 为什么不能用这个算呢 当你要用这个式子的时候 你用上去 你就会发现问题 这个叫做万有引力常数 这个书上面都有写出来 我们不需要去记 M1 M2 就勉强让你用好了 问题在这个R 你怎么算 你怎么算这两个物体的距离啊 怎么算啊 你是从这里算到这里呢 还是这里啊 算到这里啊 还是这里算到这里啊 你随便怎么取 不同的两个位 两个点 就是距离不一样 你算出来 结果都有差异 所以呢 没有办法做 只有当这两个物体都是指点的时候 点撞 那它的距离才是确定 啊 所以啊 当初它 有了这个式子以后啊 它发现不能用到普通的物体 像地球这么大的东西 像一块石头 你就不好用 于是呢 它就开始啊 这个问题发生在我们的数学 于是它就专研数学 它把这个结果翻到抽屉里 没有马上发表 它一放就放了三十年了 三十年不是跑去玩去了 它三十年就是在解决这个问题 它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它发明了维积分 维积分 你们的维积分啊 牛顿发明了 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 可以把这个物体分成 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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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指点啊 先是这个指点 对这些指点的总共引力是多少 再就是第二点 对这个指点的引力是多少 要慢慢积分积出来 那我们姑且不管这个 我们先说几种特别的状态 可以用的 如果这两个物体 它是球体 均匀的球体 如果是均匀的球体 质量都分布得很均匀 质量分布得很均匀 好那我们说 它的距离就是从 球星到球星 OK 球星到球星 如果是把它当作均匀的物体 我们可以 一个球体 我们可以这么算 好因此我们将来啊 有很多问题是 我们东西在地表上 很高的地方 它受地球的引力 这个时候 它的重力加速度 就不见得是 9.8个meters per second 因为9.8是什么 什么状况之下 在地表的附近 如果你离开地球表面 一百多公里 那你不能算 它的加速度是 它的重力加速度是 9.8meters per second 不可以 那我们要怎么算呢 好 现在我们来看 假如 我们有一个 我们的地球 地球啊 其实它也不是一个 球状 它的质量也不均匀 它是一个赤道比较大 南北极比较扁的 一种 一种 一种这个物体 它的重量 不相等啊 质量不是均匀分布啊 有的地方是水 有的地方是 岩石 那质量不是 均匀分布 但是我们一般呢 我们的地球 就把地球 把它近似成为一个 均匀的球状 这是地球的距离 我们把它当作R 那么它的质量呢 我们用M Earth M1来表示 M1来表示 你现在有一个质点 质点 它的质量是M 那与地心的距离啊 我们称为是 它的position vector position vector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要问 这个质量M的质点 受地球的引力是多少 那么就是 这个质点所受的万有引力 我们可以设它 这个力 叫做 Gravational Force 我们设一个 我们以球星 作为原点 那么这个是 R Univector R Univector 于是 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应用 万有引力 就是 质点当然是一个点了 那么地球我们就 马马虎虎把它当作是 质量均匀 半径为R的一个 一个球体 那么它的 全部的质量 M1 就当作是 集中在 它的球星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这个时候的力 F Gravational Force 它是等于 负极M M1 R Square R Univector 可以把地球的 位置 当作是 在它的球星 所有的质量 都当作集中在 球星 可以用这个 来表示 那么 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 合力呀 其实 这个就是 这个物体的 合力呀 这个就是什么 F Net 就是物体的 Net Force 那么根据 牛顿 第二定律 Net Force 等于什么呢 Net Force 是等于这个质量 乘上 它的加速度 就是说 这个物体 受地球的引力以后 它会有一个 运动状态的改变 就是加速度A 那这个时候 我们看它的加速度 是什么东西呀 加速度 就是等于 负的 G M1 R Square R Univector 这个就是 加速度 加速度 如果这个物体 在地表附近 你有一个物体 在这个地表的附近 这个时候 它的重量 它所受的重量 它的重量 它的重量 这时候重量 等于什么 重量 就等于 这两个的万有引力呀 它就等于 负 G M M E over R Square R Univector R Univector 还是 半径向外了 这就是它的重量 重量 我们通常写成什么 地表的重量 写成什么 地表的重量 有时候 我们是写成 M G G G就是地表的重力 加速度 地表的重力 加速度 地球表面附近的 重力加速度 我们以前讲的 9.8个 M Per Second Square 就是这个 那么这个时候的G 等于什么 它是等于负的 像球星 像地星的这个方向 这就是地表的重力加速度 要记得这个 我们知道 一个在地球表面上空相当远的地方 一个物体的加速度不是常数 不是常数 它跟距离有关 在地表附近的物体加速度是一个常数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呢 就来 讲这个应用 应用 牛顿第二定律的应用 你们看我怎么用 你们以前虽然会用 但是我发现有很多问题存在 照你那种用法 稍微复杂一点的题目 你就会做错 好 现在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看 好 假定 有一个物体 它在水平面上面 水平面上 这个物体的质量是 10公斤 10公斤 那么地面给它的摩擦力 是固定的 FK 是等于 5个牛顿 FK是5个牛顿 那现在 我们用一个力来拉它 水平力 水平的定力 定力 定力就是说 它的大小一定的 方向也一定的 让它的速度 出速度 是等于 每秒 出速度 出速度为0 出速度是0 经过T等于4秒钟以后 它的速度是 每秒 4公尺 每秒4公尺 这是起初的速度 这是末后的速度 现在要你求 要你求这个 P 求P就是 求这个力是多大 好 那你现在怎么求 怎么做 以前我讲的 你要分析它 还是要分析 你先要弄清楚 这个问题问什么 要你做什么 对不对 它要你做什么 求力呀 所以这是力的问题 我们把力的问题 我们把力的问题分作 平衡与不平衡 如果是平衡的话 我们就用平衡的条件来做 如果不平衡 我们就用牛顿第二定律来做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这句话 现在它平衡不平衡 这个物体有没有平衡 你怎么判断它平衡不平衡 从哪里判断 从它的速度 对不对 速度如果保持一定 方向一定 方向一定 大小一定 那它就是平衡的 现在的速度呢 大小改变了 所以它就是不平衡 不平衡 我们就要用牛顿第二定律 牛顿第二定律 我们就首先第一步 要用牛顿第二定律之前 你把这个物体所受的外力 全部画出来 物体受的外力 全部画出来 跟我上一次讲的要理一样 你怎么先画什么力 先画什么力 超距离 对不对 超距离作用在它的 我们把它当作均匀的话 就是几何中心 MG 向量 向量 再来就是接触力 什么东西跟它接触啊 你拉力是跟它接触 对不对 拉力跟它接触 所以拉力是坯 还有什么东西跟它接触啊 水坯面跟它接触啊 一个接触面上面的力 通常可以分成什么分量 法线分量 就是正向力 切线分量就是什么力啊 摩擦力 摩擦力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啊 把这个 正向力列在这里 然后因为你力往这边 拉 所以呢 它的 FK是朝这一边 那么这个物体 它是 有加速度 我们也把它的 加速度画出来 加速度 你如果用颜色来表示的话 加速度的颜色 不要用的跟力的颜色一样 因为力是什么 是因 加速度呢 是果 因果不要混在一起啊 都画好了 然后我们应用牛顿第二定律 牛顿第二定律 我们 分成 X分量跟Y分量 所以 我们先看 Sigma F X 我们印象就把水平当作 X方向嘛 所以它这个时候是什么 正方向呢 是P 负方向呢 是FK 好 这两个是 这个方向的 两个力 没有别的分力了 这个方向没有别的分力了 那等于果 果就是 这个物体的质量 这个物体的质量是M 乘上加速度 加速度只有X方向 当然SigmaF Y 这个没有用到 你列出来也可以 但事实上 我们没有用到它 N 向上 减掉 M G 因为它没有说 这个物体有向上 或者向下的速度改变 所以它的加速度就是0 那当然你这里可以知道 它的Normal Force 等于M 但是你不能用来算FK 因为你要算FK的话 FK等于MuK乘N 有没有告诉你MuK啊 滑动摩擦系数有没有告诉你啊 没有啊 所以你不能用那个算 你只能用 它已经告诉你摩擦率是5牛顿了 方向 方向你就要知道跟运动的方向相反了 现在我们要求的是什么 这个式子等于没有用了 你要求P 你要求A 只有一个式子 A它没有告诉你 但是A我们可以算出来啊 就说你A 我可以算出来 算出来以后 这个知道 这个知道 我就可以求P 那你A怎么算呢 加速度A怎么算呢 这又回到运动学的问题 运动学的问题 我说过 我们要考虑它三样东西啊 第一个就是它的起初状态 第二个加速度 第三个是末后状态 知道两个可以求第三个 现在是知道什么 起初状态 末后状态 可以求加速度 但是这个时候的加速度 它是等加速呢 还是变加速啊 你不能马上就等加速 故事用上去哦 它到底是等加速 还是变加速啊 我们必须要分辨一下 好 我们现在把第一式 我们从第一式里头 我们求出A来 A是等于什么 P 减掉 FK over M 题目告诉你 定力 P是常数 摩擦力 5牛顿也是常数 质量呢 10公斤也是常数 对不对 这三个都是常数 所以这个是什么 一定是定值啊 这个是定值的话 你就可以确定说 这个物体是做等加速运动 好 你把这个条件写出来 以后你再用等加速运动 公式去做 就不会错 就不会错 OK 如果你没有确定它 你就用等加速 结果它是一个变加速 那你就做错了 好 那现在我们来看 既然是等加速 我们要 你知道起初状态 知道末后状态 跟时间的关系 那我们就由这个来做啊 我们由 V要等于V0 加AT 现在等加速公式 才可以用上去 我们要求的是A 那你就把这些数字带进去嘛 4 这都是向量的 4公尺 每秒每秒 再加上A 乘上 2秒 2秒 所以A就等于 2 m per second square 所以我们得出来 它加速度啊 是每秒每秒 2米 它的绝对值是正的 那你提出画的这一边 那它现在得出来是正的 就表示 这个加速度就是朝这边 你求的画的没错 如果你加速度是画这一边 你求出来是一个负值 就表示 你画的加速度跟实际的加速度方向正好相反 现在是对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 带入第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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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求的是P 所以呢 P 键调5牛吨 要等于10公斤 乘2 2 meters per second square 怎么样 你说什么 时间是几秒 4秒 我写错了吧 看看 2秒 2秒 我经常会 写错东西 2秒 所以我们就得P 是等于25个牛吨 25牛吨 那么真正标准的写法 你要把这个牛吨写出来 公斤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单位要写进去 这个也是一样 这是meter per second 这是two second 标准写法是这样 我们现在因为 省一点时间了 就这么做 但是你记得 你真正计算的时候 其实要把单位写上去的 这一题当然很简单 很简单 你们这个 没有人不会算 但是我就是要告诉你 你写这个的时候 这两个音 要写在等式的左边 国要写在等式的右边 不可以随便乱写 因为你把音 有时候你把音果 有的音写到果这边来 把果写到音那边去 你就会 会产生错误 什么错误呢 你判断错误 你把所有的音都写在这边 你就会发现 他的力 考虑到所有的力 都在这里 如果你把力写到另外一边去 你在画力的时候 就会搞错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要领 要记住 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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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你过去才是 我不会重新的 我认为你用摩擦 来 我认为你不会把音 我认为你用摩擦 你用摩擦 我认为你用摩擦 你用摩擦 我认为你用摩擦 我认为你用摩擦 然后你用摩擦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 不是秒罗 这个是一个 电梯 电梯的位置 如果一个电梯 就是他的 缆绳 我们现在在电梯里面 把一个 大的棒签 把一个大棒签 其实棒签下面 在那一位女人 都把这个女人放上来 可以 这个人 这个人 他的 时间是八十公斤 八十公斤 这是 电梯不够的地方 那现在电梯呢 他以每秒十公尺的速度 上进到 电梯呢 他 一零是等于 十公斤 向下 向下 然后他 想停在 二十五公尺 下降二十五公尺 要停下来 下降二十五公尺 要停下来 下降二十五公尺 V V V 我们今天要问 放趁上 所指示的 重量是多少 放趁上 所指示的 重量是多少 放趁上 指示的重量是多少 放趁上 指示的重量是多少 在重量是多少 但是 相互刃 一仔细 做点 选择 十八公斤 第一套 好 最初你怎麼去做呢 說過你做節目一定要先分析喔 那到底要你做什麼 要你做什麼 求他放在他裡面的 是 顯示的重量 那放在顯示的重量是什麼呢 就是 人給他的重量 對不對 反過來也是他給人的重量 這兩個是 一個作用比另外一個就是 反作用比 所以是另一個問題 我們把它分成平衡跟不平衡 現在平衡不平衡呢 平衡不平衡 有什麼地方來看別人 有速度 速度有沒有變 速度改變就是不平衡 不平衡 我們就用平衡的 我們就用 油分第二 第二定律來做 所以用油分第二定律 之前你要先做什麼工作 把關鍵物體找出來 關鍵物體上面 所受的外力要畫出來 你現在選什麼做關鍵物體 這個有電梯 有魚人 有放身 你要選哪一個 哪一個 我選魚人 為什麼不選電梯啊 電梯 第一天它沒有告訴你質量 對不對 放身也沒有告訴你質量 你的年月王 只有人告訴你質量 那我們就選人 做關鍵物體 所以我們在人線上的外力轉出來 第一個畫什麼列 超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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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畫出來 我們小心 最右邊的人 這個終點 用M7 用M7 你自己不要寫8 用M7 用M7 超距離 然後呢 接觸力 什麼東西跟人接觸啊 好看 所以放身給人 就是什麼力啊 正向力 正向力 接觸力 接觸力 有沒有平行力啊 切絕方向的配分是什麼力 摩擦力 如果這個人 我以前說過 這個人水平方向沒有力的 不受力的話 沒有力拉他的話 有沒有摩擦力啊 沒有啊 可以處理這兩命力 好 這個啊 跟列絕一塊 以後 我們再判斷它的加速度 它起初以沒有十公尺向下 然後停止 這時候加速度其實是向上還是向下 向下 向下 向上 對不對 好 沒關係 你看看錯都沒有關係 最後一個球 來 好 我們說這個 人的加速度 A 我們想定他是向上 好 現在 我們 留著第二定律 來解釋 來解釋 我 看 你 看 你 看 看 你看 你看 看 看 你看 看 你看 我看 鋼板也有力啊 鋼板神有没有力 有 那这个作用在哪里 作用在电子上 有没有作用在人身上 有没有 没有就不算 除非这个鞼板神掉在你的脖子上 这就是鞼板的鞼板 这个同胞耗成大 这个才有接触 没有跟你接触的面 没有接触力 那现在 我们没有牛哥在这面 它现在只有6.9.1 向上指N 向下MG 兩個字都寫了 等於M 乘A 向上 現在你要求什麼 要求M 求M 但是 加速度它有沒有告訴你多少 沒有啊 沒有告訴你多少 那麼 我們 要先從 這個條件 這個條件 後後條件 求它的加速度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 放在這個裡面 你要用對動學來求 加速度 首先要確定它 是等加速運動 還是變加速運動 我們剛剛希望它是等加速運動 是不是等加速運動 你要確定 好 那麼我們就 算是一樣 我們由第一次 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A寄出來 N-MG OVERN 這次有問題 就是 L-MG N-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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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著這樣子,這個人的忠祐會不會有主題要請 不知道,對不對 假如他不一樣 那就是 會改變 所以改變這個就不會改變 你用變加速來做的話 我們一定要知道變加速是時間的關係 或者是 加速度跟時間的關係 或者是加速度跟位置的關係要知道才能做完 也就是說他會改變 你又不知道他跟時間的關係 又不知道跟位置的關係 他就不能做 又沒辦法做完 你又不知道他是等加速 變加速的話 你又不知道他跟位置的時間的關係 他就不能做啊 那為什麼一個題目告訴你這樣子不能做呢 那就是這樣子啊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這時候怎麼辦 你不能說這題目不能做 或者不能做 那題目有問題 那有一個辦法 你不能說 假設 N 等於定值 一定假設 假設以後就可以做 折 A 等於 這個 必須 比如說 等加速一頭 那就 我們就用等加速一頭 它現在起初條件 過後條件是 V跟位置的東西 所以我們要用什麼式子呢 我們要用V平方 要等V0平方 加上2A Y-Y 做運動學 最好把他的座標 拿出來 才比較不會錯 好 我們現在講的 這個人站的位置 各位圓點 各位圓點 這個是Y-Y 這個是V1 它從這裡開始 謝謝 好 下降 二十五公尺 這個地方 這個時候 速度是0 這個地方呢 速度是0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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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個 速度是0 現在我們說 把這些 這些 這些都去向壓 把這個 B A 可能都去向壓 把這個 負值 這樣 進行 好 B 是0 B0 不許 每秒 每秒 不許 2 沒 1 現在的A 我們向上 是0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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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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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甲花石 这个等于多少呢 这个等于944克 如果 这个 你提出的是恩 恩是放称的作用在人身上的力 他说你的是什么 放称显示的力 是人给放称的力 跟mobile force 正好是一队一样 作用力更好 作用力 对不对 对不对 那是哪续 当然,解释是说,当比如说,他就跟恩一样,是944个铃铭,所以放这上显示的力量是944个铃铭。 好,那么这个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也是跟你讲的吧,但是你要注意,你所理中,这个铺铭是什么样的,你所理中的铺铭是什么样的。 好,我们再举一个例子,看你到信上面拿两个电子,电子,电子,电子。 好,我们再看一个,有没有这个同学。 礼拜一,一、二、三,三节,可不可以? 这里有没有客?我不晓得,这个地方? 怎么样,到底? 现在又可以了。 有没有问题? 礼拜一? 礼拜一连上三堂课? 有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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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拜四啊? 礼拜四晚上有没有空? 礼拜五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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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不来上课 或者来上课在睡觉的 就很多 他都不听了 不听我们就不管他了 自己不要的我们就不管了 那我们就定礼拜五晚上 七点到九点 七点到九点还是在这个教室 记得哈 礼拜五晚上七点到九点 我们来做一些题目 专门做题目哈 我这个礼拜五要跟你们讲一些 平衡问题的题目 跟牛顿第二定律的应用的题目 好 我们再看一个题目 我们就往下面讲了哈 就讲功能定律 那其他题目我们就礼拜五再做 我们假定这是一个火车的车厢 不要讲话了 大家听到前面 不要动不动就讲话哈 一讲话你就分分绳了 好 这个车厢呢 如果不动的时候啊 它在这里有一根细绳 下面呢悬挂了一个质量为M的物体 本来是这样子的 本来是这样子的 后来这个车厢 以加速度A前进的时候啊 以加速度A前进的时候 诶 这个指点呢 这条绳子变成这样子 这里会有一个角度哈 绳子会跟垂线夹一个θ角 我们现在要求这个角度θ与A的关系 求角度θ与A的关系 好 你现在要怎么做 现在怎么做 你要怎么分析啊 你不要拿了就做啊 它什么问题 求θ角跟加速度的关系 你现在有没有学过什么 有关θ角的关系啊 没有啊 A呢有啊 加速度有啊 加速度有 你要就等于求加速度就对了 好 求加速度有几种方法呢 我们从运动学可以求加速度 如果你知道位置跟时间的关系 加速度就是位置对时间的二次导函数 可是你知不知道 可是你知不知道位置跟时间的关系啊 知不知道不知道啊 如果你知道起初状态 跟末后状态 你可以求加速度 现在有没有告诉你 你需要先做什么工作啊 要把关键物体找出来 把作用在关键物体上的外力画出来 现在 你选什么东西做关键物体啊 那个小指点啊 对不对 小指点呢 它受哪一些外力啊 受哪一些外力 重力 然后呢 接触力 什么东西跟他接触啊 绳子跟他接触啊 绳子跟他接触啊 就是绳子的张力 还有没有了 还有没有别的力啊 啊 还有没有 有的同学说 还有这个力啊 以前我们老师做过耶 还有一个这个力啊 有没有这个力啊 有没有 有力 必有施力者 有力必有施力者 MG是谁给的 地球 张力是谁给的 绳子 这个力是谁给的 这个力谁给的 找不到人给的力 就是没有那个力 知道吧 以前有的是 这么做 但是他用的坐标啊 是加速坐标 不是惯性坐标 我们现在是站在这个外面看他 惯性坐标啊 你如果跟着车子一起走 车子在加速 你不晓得他在加速 你就看到这个绳子突然翘起来 很奇怪 一定有个力才会翘起来 就假设有个像那边的力 这个叫假想力 假想力 假想力出现在什么地方 非惯性系统 加速系统 我们现在不用这个 你现在把惯性系统用好最好 你把假想力加进来 你把假想力加进来 会把你整个 惯性系统完全破坏了 你这个概念就 就会破坏 我们不管这个力 没有这个力 你找不到施力者 就没有这个力 就是这两个力 好 外力化出来以后呢 我们就要列式子 对不对 列式子 怎么列法呢 你可以就在这里做也没有关系 你就设一个坐标 X坐标 然后这个坐标 Y坐标 我们就apply Newton's second law second law of Newton 你最好写一下 由Newton第二定律 免得以后你会写式子 这个式子是什么定律 你搞不清楚 每次都写一下 SigmaF等于什么 哪一个是F方向的分力啊 T 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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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容易求出来嘛,对不对 你把一式二式 你把这个式写一下嘛 这个式子 我们再把它改写成这样子看得更清楚 tcosθ要等于mg 把1比上2就好了 1比上2就是tanθ 等于a over g 或者你可以写成a 就等于g tanθ 这个是把牛顿第二定律分成x分量y分量 你也可以一式就用牛顿第二定律 这个向量式把它做出来 比如说 这两个力 这两个是它的外力 我们知道加速度是合力的方向 所以加速度的方向呢 一定是朝这一边 所以这个就是ma ma a 这不是黄颜色 不是粒 或者我们由这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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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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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粒是它 因此这两个向量的核向量就是它 所以我们可以画出这个 平这一点 这两个的核向量就是它 所以可以画成一个 我们用平行四边形法把这个画出来 好 那现在 我们看 这个是θ角 这个也是θ角 那我们就看tangent θ等于什么 由 tangent θ 对边 ma 0边 很快就做出来 好 很快就做出来 这是用 二度空间的 纽兰第二定义 就很快就把它做出来 好 那么 我们 有一些题目我就留在礼拜五晚上 跟你们讲 那现在呢 我们就 底下就要 进入到 公 于 能 我们就做了 感谢观看 工作和能力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章 功跟能的原理 我們前面介紹的力 如果一個力對一個物體 施於一個物體 然後連續有一個一段的距離 就是說你對一個物體施力 這個物體連續走了一段距離 那麼就等於說這個力 作用在這一段距離裡面 會對物體產生一個後果 我們現在就定義這個 work 定義 我們先看 如果我現在有一個 物體在這裡 在水平面上面 我現在用一個力 F的力 結果這個物體呢 從這個位置 就跑到這個位置來了 從這裡 我們隨便從哪裡算起 我們從這裡算到這裡 它就做了一個S的位移 這個是水平的話 這個是水平的話 這個是θ角 我們定義 什麼叫做功呢 work 用第一個字母 它就是等於F 於位移的內積 F於位移的內積 F於位移的內積 那它是等於F乘上S乘上cosθ 這就是功 那麼它的單位是什麼呢 這是牛頓 這個是米 所以它就是Newton meter 牛頓米 牛頓米 我們現在另外設定 一個jar 我們用這個 這個表示 它就是等於一個 牛頓米 我們另外設定一個單位 因為功這個太重要了 我們給它一個單位 叫做交爾 一個交爾 就是一個牛頓米 你用一牛頓的力 連續推物體 一公尺元 那麼就是牛頓米 這個是單位 現在我們從這裡來看它的特點 功是兩個項量做內積 結果呢 結果是個存量 結果是個存量 你看這個沒有方向 結果是存量 所以我們說 功是存量 沒有方向 但是啊 功有正功與復功 的 有更多 從這裡來看 去了 有更多 因爲啊,你這個都是正的 cosθ,這個θ呢,可正可負,對不對 也可為0 如果這個θ 如果θ 是0 0 跟90度之間 cosθ是正值 功是什麼功啊?正功 如果θ是 90度到180度之間 這第二向線角 可算是負的 那麼,這個 為負 如果 θ等於90度 是多少 0啊 那就是 W 為0公 所以 它正負決定在這個角 如果像這個狀況 F 跟S 其他的角 是θ 那就是說 F在S的方向 跟S同方向 就是正的 就說你 向偏東的方向推 這物體往東方走 那麼這就是 推一部車子 你手推 你手推它 好 你往這邊推 這個車子往這邊走 因為我們推 推物體啊 要往下推的時候 不好推啊 你這樣拉它 你看不到地方 你要看地 人就連車一起滾下去了 通常都是往上推 你頭可以看 眼睛看地上 一邊推一邊推 一邊推一邊推 所以你往上推 這個物體往下走 你的力是往上 力是往上 S是往下 常常看到 比如說 我推這個桌子 這麼推它 它往這個方向走 我對這個桌子 就是做正攻 什麼叫復攻啊 我往這個方向推 桌子往這個方向走 復攻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狀況 有沒有看過 比如說 我們在一個斜坡上面 你推一步 推一步車子 你手推它 好 你往這邊推 這個車子往這邊走 因為我們推物體啊 因為我們推物體啊 要往下推的時候不好推啊 你這樣拉它 你看不到地方 你要看地 人就連車一起滾下去了 通常都是往上推 你頭可以看 眼睛看地上 一邊推一邊推 一邊推一邊推 你往上推 這個物體往下走 你的力是往上 力是往上 力是往上 S是往下 那你對這個車子做復攻 反過來這個車子對你做正攻 因為你推車子向上 車子就 推你向下 就是你的位移跟你 跟力同方向 就是它對你做正攻 靈攻就是說 你的力跟位移垂直就是靈攻 好我們今天先講到這裡 那禮拜五記得 七點到九點 在這裡跟你們 講一些題目